台湾国旅惨淡照逢天在地变的花莲 今年暑假观光人潮更是飙速的下滑 堪称花莲中南区观光重镇的花塘光复塘场 园区旅馆单就7月份暑假期间 住宿率就掉到了30%左右 而区处经理张兆明表示 也将祭出住宿的相关优惠 期盼在暑假接近尾声之际来冲一波住宿人潮 户外秋老虎发威 在台湾光复塘场挤满游客人潮 人手一支冰品 消暑解热 毫不热闹 不过台湾今年过滤惨淡 朝逢天在地变的花莲 今年暑假观光人潮更是飙速下滑 堪称花莲中南区观光重镇的花莲光复塘场 园区旅馆单就7月份暑假期间 住宿率就直接砍掉一半 8月份在返乡 参加部落年纪的带动下稍稍提升了旅宿观光 区经理张兆明表示 将规划住宿相关优惠 期盼在暑假接近尾声之际来重一波住宿人潮 今年暑假花莲观光堂场这边住宿的游客是比较低迷的 那我们花莲观光堂场在低迷的情境下 那我们也推出了相关的促销方案 今年花莲观光产业进入寒冬中南区餐饮旅宿仍在苦撑 张兆明进一步表示 除了相继推出住宿优惠 台糖花莲光复塘场也将积极与地方机关团体合作 推动各项旅游体验活动 希望能够逐步附赠花莲中区的观光产业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